Hello Hi Hi 平時是星期一做的 因為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你幾時做節目 我怎樣聽Live 其實我們一向是星期一的 星期一晚上 10時 有時10時多 但是 因為我星期一 才下機 下機之後 整天都散了 所以就說我們改 今天星期三做 等多些人知道 我們開始了 我們就會開始說正經 現在在 未開始說正經之前 當然是說不正經的 例如我今次去澳洲發生什麼事 進來的 Hi 出聲了 等我知道你進來 Hello 你好 你好 你知道我剛剛去完澳洲回來 去上一個訓練 其實去年我已經想上 我去年 Hi Zoe 我去年在 Banggok上薩滿 我去年 已經想上去 去年 原來去年是第一次 接著今年是第二次 據老師 和主辦單位 就說去年太多 資訓 人們消化不了 所以這次 就會再做 Hi Ling 和Hi Candy 我就說 這隻蠢了 早知道去年去 去年去的話 Oh my god 我踩到那隻貓仔 OK My life would be so different 因為這次 It's so amazing 即 今次這個 It'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講真 我想過是 最好 最impressed 最 life changing OK 簡直是 改寫人生的 OK 真的很棒 那我接下來 OK Just that you know 我在說什麼 其實就是 在說 這個類似家庭排列 為什麼說類似家庭排列 因為 其實你可以說 是同一個系統 但是 也不完全一樣 因為 今次我的老師 Mark Rowland 他其實是 施成於 Bert Hellinger 或者Hellinger 那就是 最早期的 美國學生 來的 但是 他今次 有說了一些 其實我自己也有觀察到 就是 他說其實 做家庭排列 當然現在很多地方 譬如歐洲的大學 或者一些 監獄 OK 政府也認定 他是一個 很有效的 幾個 心理療癒的方式 OK 但是 也有些問題 就是 三分之一的機會 會有些人 站在那裡 就 呱若木雞 我俗稱的 一塊雞 就是一塊麥樂雞 站在那裡 OK 是完全無法跟力 完全跟後面的 沒有關係 他就會 一塊的 站在那裡 OK 那你就看不到 其實他代表的人 背後的 那個 dynamics OK 好了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 這次 老師 Mike Wallen 說 他有見過一個人 他說 他手目觸道 他很進入狀態 What a good representative 很好的代表 然後發現 他第二次也是這樣 第三次也是這樣 然後發現 原來他根本就是 自己在做自己的事 OK 其實他不是真的在代表 他的動作 或者他的情感 根本不是 因為他代表那個人物 而產生的 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這個就是 我當日在台北第一次做的時候 的擔心 就是說 如果那個人 他有自己的 agenda 就是他自己有一個想法 比如說 嗯 這位闊太太 我當然是 做你先生 我有外語 然後我就可以 怎樣 你明白嗎 乘機獲得你的信任 因為你一向都懷疑 你老公有外語 然後就跟你說 我有辦法幫你解決 原來 原來 你老公的外語問題 其實是一個根源 來自於他和他媽媽的關係 例如 你覺得 我是很靜路的家庭排列出來的東西 但是 如果那個先生 他的意識是不良 意思是說 他有自己的企圖 OK 然後在座的人 有這些企圖 你不知道 那個主辦方 你真的要相信他 他找回來的那些代表的人物 可以全部合起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 這次 我去想 就是 完全不同的東西 就是 完全不需要找個群抽大合照 就是 找幾十人 在那裡 就 抽一些人出來 假設 真的做家庭排列的時候 那些人是不懂的 他們不知道你家裡背後的故事 什麼都不知道的 假設 下場之後 他又真的會 可以聯繫到 而 表現到那個人 被代表 譬如我代表你媽媽 然後另一個人代表你爸爸 那我跟爸爸的互動 真的會反映到你現實生活的互動 其實我不認識你媽媽的 代表爸爸的也不認識你爸爸的 我跟代表爸爸的那個人 也不認識的 假設你是覺得一個很客觀 和很神奇的 我們有個朋友說 哇 標童 但是 都是那句 就是說 萬一 他 其身不正 萬一他 根本不是 真是 得到真實的反應 而是在那裡扮東西 OK 而這次 我這位老師 因為他做了 三十年了 他是最早一批 就是Bird Hellinger的學生 凱琳格的學生 美國學生 還有他做 心理諮詢 和別人聊天 他這方面經驗很豐富 他再把這套東西 融縮了 融合了 成為一套新的系統 OK 那就變成了完全另一個東西 你問我 他有他的好處 那好處就是 你不需要找一群人群群大合照 你也可以避免了 那個人會不會是 剛才所說的 立心不良 背後有其他人的企圖 然後一起騙你 沒有這些東西 OK 因為整件事 跟其他人沒有關係 只是跟你自己有關係 但是 有他的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 他需要你去查家宅 例如我 我現在做一件事 因為我已經訓練了 我回來了 我會做一件事 我就會有一個 一抽的問題 OK 我就要給你 然後你回去幫忙 你爸媽 你知道華人社會 有一點點 不是很願意說這些 例如家酒不得外傳 然後可能 家裡曾經真的 有一些 我們叫做Black Sheep 就是 不能說是害群之馬 但是可能家人 覺得不是很光彩的 家族成員 譬如 有一個人 他後來犯了法 然後被抓了 坐牢 然後大家就不提他 這樣 或者有人 他 怎麼說 嫖妒飲當 吹齊了 然後 就拜了家產 大家不想提他 你明白嗎 或者說 當中 女性 沒有要求小朋友 例如是 墮胎 或者是流產 他不會說的 你明白嗎 這就變成了難度 但是如果 是可以 我也真心希望 那些父母可以 將自己的面子 還有自己的 你明白嗎 這些不要說 尤其是華人社會 會很喜歡 但如果可以 將這些 顧忌 拼氣 將它放在一邊 你就真的可以幫助 年輕的一代 因為 其實這件事 不是沒有科學根據 我們說的 很有趣 其實所有科學 當然你可以說 你不是科學家 你懂什麼 但是我想這件事 大家都應該會同意 就是說 所有科學 其實它是源自於 一個現象 開始 例如牛頓坐在一棵樹 下面 突然被蘋果 打中了頭 或者掉到旁邊 然後他就發現 為什麼它不是向上 而是向下 然後他就開始 令到他有個好奇心 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開始研究 然後他就發現 原來這是一個 物理定律 其實是現象先 有了現象之後 有人因為觀察到現象 然後再反覆驗證 去得出一個定律 定律其實一早已經存在 所以有這個現象 但後來再經過後人 觀察到 再去將它實踐 這個就是科學 好了 你說其實凱琳格那套 就是家族排列 家庭排列 它本身有沒有很強的科學在背後 其實是沒有的 但是如果你有參加過的人 你也會覺得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即是 It's really remarkable 譬如你想像一下 你去保拉格參加 那一群人 根本完全不會知道 你的家世背經所有的事 為什麼他們會排出來呢 provided 他們並不是假裝 或者是有自己的思心和企圖 但是 現在我們說的這套 就是 它是不需要 不需要一群人 它只需要 你可以問到家人 但是我剛才所說 那個難度就是 家人肯定說 因為我自己親身經歷 我之前不是去台灣 我真的做家庭排列 但是我強調那個家庭 其實是很災難的 很壞 它呢 第一個練習就是 你和其中一個同學 練習大家互相看著對方 不懂假本身 然後 對方是代表你媽媽 你要看進她的眼睛 穿過她的眼睛 看她的靈魂 接著去連接你媽媽 初時一直看著也沒有東西 但真的很神奇 到我連接到那一刻 我就開始 淚如全涌 即我哭到 是蠍絲底來的 當然我媽媽不在現場 她不知道 就算我媽在現場 她可能也會覺得 為什麼你會這樣 我媽可能未必能得到 所以我之後有提供過 不如我飛過去找我媽媽 帶我媽媽去找一個 家庭排列的人排下 但以為我媽媽也沒有興趣 所以沒有辦法 只有我自己去解決 我便覺得 我明白華人社會 遇到的難處 即使我現在的先生 Mark Rowland 那套系統不需要找幾十人 你一對一就可以了 你自己出現在我面前 只要你補助 你塗完家宅 便可以了 但家宅當然越詳細 越深入越好 但有難度 像我媽媽 我媽媽便棄了我 她什麼都說沒有 有沒有人被人排除了 沒有 有沒有人被人領養 又說沒有 然後有沒有人 譬如是 改嫁入罪 全部都說沒有 但我明明說得出 譬如我媽媽有改嫁 然後我阿公是入罪 例如 但我媽媽全部都沒有 不想回答 所以不排除 我想幫你做 或你想做 但我們會遇到這個困難 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 兩套系統 相互學了是沒有抵觸的 如果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還有家人什麼都不肯說 那你就唯有真的 找一群人出來 去做家庭排練 這是有難度的 因為你哪裏找這麼大群人出來 第一 但如果你真的查到蟑螂 譬如你媽媽不覺得 什麼叫蟑螂不得外傳的話 她肯說 OK 那你就真的用這個 這麼乾手正腳的方法 我們說的是一個小時 或者過兩小時已經解決到 那我想說 就是 講故事的時間到了 OK 就是 在我老師的Mark Wallen 他有說過這個案子 有一個男生二十多歲 他失眠去找他 那這個男生從小到大 讀書成績非常好 成績是Straight A student 全部都是考A的 然後是體育健將 其實他的運動表現很出色 甚至是可以拿到 那些運動的獎學金 OK 但是呢 他近年 失眠失到很慘 是睡不到的 然後他說他什麼都試過了 看過家庭醫生 看過精神科醫生 看過 那些叫做 Natural Path 還是Homio Path 總之是自然療法 看過 都不行 然後他去到 什麼都試過了 都不行了 然後呢 就去找Mark Wallen OK 然後呢 Mark Wallen 就問他 你這個情況是什麼 他就說 我睡不到的 那什麼時候開始 他就說 嗯 十九歲生日之後 有一晚 睡覺 突然間三個多鐘 突然間窄醒 他窄醒了 就覺得很冷很冷很冷 對 英文的字眼是freezing 即是冷到結冰 然後他就說 他無論穿多少件衣服 還有呢 無論他 蓋了多少張被子 都是一邊冷一邊冷 都一邊睡不到 然後 之後呢 他就嘗試睡 就睡不到 以後也是 他每次想睡著的時候 他就會窄醒 每次想睡著 他又窄醒 OK 那麼呢 Mark就問他 就說 你最大的恐懼是什麼 What is your worst fear 然後他就說了一句 他就說 If I fall asleep I will never get up 他說 我睡著了 我就起不回身 那 這個時候呢 Mark聽到就覺得 這個東西很奇怪 OK 這個東西不應該 是來自於他的 這個東西似乎 是一個 遺傳的家族創傷 他留意了幾個字眼 第一是19歲 第二呢 就是freezing 第三呢 就是 never wake up OK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三種字 然後他就叫這個人 回去問爸爸媽媽 果不其然呢 回去問完之後呢 原來他爸爸 有一個哥哥 OK As we speak 我現在試試看 能不能找到那個 其實我記得一個故事 OK 那他就是 原來他爸爸有個哥哥 以前是走去在 加拿大那個地方叫黃都鎮的 Yellow knife 很冷那裡 可以看到北境光那裡 他是做一些檢查戶外的電纜 OK 在他那個叔叔 即是他大伯 不是阿叔 大伯 19歲那一年 在室外檢查電纜的時候 是凍死了 OK 而這件事是沒有家人再提過的 已經 因為太創傷太慘 沒有人再說 他爸爸沒有說 他媽媽沒有說 他沒有聽過一件事 他也做不到一個connection 就是他現在的失眠 和發生的一堆事情 原來跟他那個死了的大伯 有關的 OK 但是跟著 我們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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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畫鬼腳這樣 就畫出來 就是他哪個家族成員 發生什麼事 怎樣 包括詳細到什麼 就是媽媽懷孕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OK 然後媽媽懷孕 懷孕之前發生什麼事 OK 這些全部都要知道 所以其實是困難的 OK 我明白 但如果你問到的話 他做到的效果 我告訴你 是真的驚為天人 好了 然後 他回去問完之後 知道在這個情況 他在這個情況上 著手 那可能你說 我聽來我覺得 荒天下之大謀 有什麼可能 他那個死鬼阿叔 所發生的事 會在他身上 出來呢 這樣 我告訴你 我自己的第一次經驗 因為我這次去 老師都叫我們所有在座 上課 55個人 去寫下 我們的 worst fear 是什麼 鑑於最近發生的事 我有說 我就說 無論我多麼努力 他們都會來炒我 OK 當然我還有一兩句 還有如果聽開我的節目 的人會知道 就是說 我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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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獲得別人的認同 OK 但我一直都以為 這件事 在我小時候 我媽媽經常都 踩我 但是原來 經過這次 我才知道 其實不是 原來我是繼承了 我幾個家人的情感 在我身上 那這件事 我回來之後 其實我前天才回來 但我昨天和今天都已經在見客 那我真的試來問客人 OK 如果我問你 你的 worst fear 是什麼 那可能一百個人都會說 沒有錢 但是其實 這個當然 這個當然 大家擔心沒有錢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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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租 我明白的 但是我在說的是 worst worst fear 你真的內在 最深層的恐懼是什麼 我當時說出來 我們聽 有了training之後 我們就知道 這個可能 真的是他 生人的經歷 但也有一些 解釋不到 就是generational 就是世代交跌下來 所謂的遺傳性的家族創傷 我今天那個客人 不開名 不要介意 就是呢 他那句話就是 他是年輕人 帥哥 年輕 大隻 生童 生童 他就是生童生童到 害怕 瘦到害怕 然後 他就說 我不能淹 我淹了 頭家就會散 但這件事很奇怪 因為 其實他是單身 他沒有結婚 他沒有老婆 沒有子女 但是 他還有 哥哥姐姐妹 他不是獨子 但是 他這句話就是 我們看回 這句話不是來自於他 正如我剛才說的 19歲 叔叔過身 而他現在 19歲生日之後 就睡不到 每次睡著就紮醒 其實你想想 他為什麼睡著就紮醒 其實是他叔叔臨終的時候 的那個片段 就是他每次 很冷 他冷到快 即是暈的時候 他立刻又要跟自己說 你不要睡著 你睡著就沒命了 所以這個男生 他裡面的那個 fear 就是說 If I fall asleep I may never wake up OK 所以就是 Mark Wallen 跟他做的 OK 就是 將他 bring to light 就讓他知道 其實 他這個情感 不是他自己本人的 然後 他是在 relive 他一個親人的 story 而一個就是 我們為什麼會問 有沒有人被排除在外 或者是 例如有沒有小朋友不要到 早養 等等 那你說 那本書說什麼都可以 那我說的真人例子 就是我這次一起去做training 和我一起partner那個女生 OK 他那句話是什麼 他就說 I am scared that everyone will leave me and I'll be all alone OK 即是說 我很怕所有人會離開我 剩下我一個 那你聽下去 你會覺得 我正常而已 好了 然後到我們畫鬼腳的時候 OK 問他媽媽 問他爸爸 這個在他出生之前的事 我們find out 到這句話 是誰引導來的 他媽媽託他之前 不是很久之前 即是right before 有他之前 OK 他媽媽被他老爺非禮 他老爺摸他媽媽的胸 OK 這是一次 另外一次 就是他媽媽在洗澡的時候 他老爺想拎開門 OK 那他媽媽很害怕 他媽媽就去跟自己老公說 即是他的爸爸說 他爸爸不是不相信 他爸爸是相信的 他知道的 但是他不敢去跟自己老爸說 那去到一個位 他媽媽就說 如果你再不說 我就會帶兩個兒子走 即是我回兩家了 他講完這一堆話之後 我就跟他說 Lisa don't you see 你見不見我 這就是你爸爸當時的感受 就是說 他會失去所有 沒有了老婆 沒有了兩個兒子 這個是因為他的軟弱 他不敢去confront 去面對他爸爸 去說這件事 然後 畫完之後 當然有些事情 我們會做 OK 去release這個情緒 release這個情感 否則是你繼承了精緣 你繼承了 你爸 你媽 你爺 你阿公 你阿媽 你阿婆 的疾病 而不自知一樣 OK 然後你就說 喂 繼承疾病我就明白 但為甚麼情感會繼承呢 我講少少科學給大家聽 我讀少少英文 然後再譯作中文 他說 Scientists originally believe that our parents' genes forge a blueprint from which we were created OK 然後 他說 科學家一直都相信 我們父母的基因 是會形成我們的藍圖的 只要我們有足夠的營養 和足夠的教導 我們就會正常發展 但我們現在就知道 原來其實我們的基因藍圖 只不過是一個起步點 起跑線 OK 其實就是環境當中的影響 是早到甚麼時候 是早到受孕那一刻 已經會開始 形成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心理 和我們的生理結構 OK 而這件事是隨著我們的人生 一直這樣演化 你們還在聽著 還是我說得太快 和太過抽象 大家是不是已經暈倒了 給我一些反應 因為我看到你沒有反應 給我一些反應 好 不要只說Hello 給我一些反應 聽不聽得懂 會不會太過拖頭 給我一些反應 OK 反應 不要緊要反應 OK 好了 我繼續說 大家繼續給我一些反應 OK 就是有一個Pioneering Cell Biologist 就是細胞生物學家 OK 叫做Bruce Lipton 他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的DNA 是可以受到正面和負面的想法 我們的信仰系統 和我們的情緒影響 OK 那Dr Lipton 他用了幾十年時間 OK 是的 他是一個什麼人 研究科學家 中文是怎麼說 科研科學家 科研科學家 是營養的課程 當然我不是飛過去讀 我也是網上讀的 但是也很有用 一個Stanford的學者和研究員 他是1987至1992年 他可以給大家看到 他示範了什麼 就是說 原來環境 他可以傳到訊號進去 透過細胞壁 去改變那個細胞 它的結構 和它的行為 OK 我照讀英文 他示範了 他示範了 環境從環境 可以運動通過 腦肌膜 控制著 腦肌的行為 和腦肌的行為 並且能夠 動作或靜靜靜 即是說 外在環境發生的事 不論是 情緒 還是 空間 環境 讀數什麼都好 是可以令到你的基因裡面 有一些基因 是會啟動 或者是滅了聲 OK 那時候他的發言 他的想法 他的ideas 他的discovery 在那個時候 被人覺得 哇 神經病 或者是 很controversal 或者覺得 不信 很充滿 那些叫做什麼 議論性 Oh my God 對面有人洗澡 嚇壞 嚇壞 男人 來的 然後 但後來 由他之後 有很多科學家 循著這個方向 再去研究 發覺 很厲害 發覺原來 動物和人類 都有這件事 就是 sell your memory 解釋到 其實你在媽媽的肚子裡 對面 想發生的事 你 是知道的 雖然你說 你的Hippocampus Hippocampus 有沒有人知道中文的什麼 我不知道中文的什麼 總之你錄裏面 一部分 我負責記 Hippocampus 你知道的 你快點回答 OK 因為我平時 我另一個很好的聽眾 是很厲害 學術的 學術很厲害 就是 Alan Liu 但他今天沒有空 他告訴我 今天不出去 所以 誰知道Hippocampus 的中文是什麼 Anyway 你當是你老的記憶 好嗎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是不是叫海馬蹄 I don't know 中文叫什麼 Anyway 你們知道 就打下去 OK According to Lipton Lipton 博士所說 媽媽的情緒 例如 恐懼 憤怒 愛 希望 都可以 Biochemically Alter the genetic expression of her offspring OK Google OK 你等一會 大家等 因為我不想 停止大家 然後我真的搜尋字 你等一會 好了 唯有唯這樣 Hippocampus OK 哇 他真的給我一個海馬 你吹不吹啤聲 海馬 看到嗎 看到嗎 下面是對的 The elongated ridges on the floor of each lateral OK 是儲存情緒和記憶 OK 但中文就是給我一個海馬 給我 浸走的 Anyway 你看到 其實他在說 媽媽的情緒 不論是 恐懼 憤怒 愛 希望 都可以 Biochemically 即生物科學 生物科 生物化學 地 改變她 後代的 基因排列 OK Genetic expression 因為我的翻譯 未必翻譯得很好 During Pregnancy 即懷孕期間 你媽媽的肚子不是有磁帶 駁著寶寶 那你的養分是透過胎盤 給寶寶 OK 但他同時還有釋放什麼 除了養分之外 就是很多的荷爾蒙 很多的荷爾蒙 和資訊訊息 OK 那這些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他的情緒 要來的 如果媽媽 譬如 大家都聽過 華人一直都說的 就是 大老婆不要嚇到 嚇到便會失去寶寶 或者生季胎 或者什麼 不要害怕 不要嚇到 其實中國人說了幾千年的話 不是錯的 其實現在科學 可以接受到 所以其實科學很多時候 他不是不好 他很好 但是他遲 你要等到有人觀察到現象 好可愛 然後觀察完 做研究 研究完幾十年 發表報告 被人拗 拗完幾十年之後 就多了很多科學家證實之後 就 就變成被大家認受 OK 這些藥物是會 開啟 藥物訊號 就是你媽媽的情緒 影響到一個 荷爾蒙分泌 通知到孩子 是會影響到 OK 我先讀了英文 我先再翻譯中文 好嗎 These chemical signals activate specific receptor proteins in the cells triggering a cascade of physiologic metabolic and behavioral changes in the mother's body as well as in the fetus OK 就是說 媽媽的情緒所產生的 物理訊息 是會刺激到 不只是她媽媽本人 包括胎兒 OK 身體裡有一些 接收的 細胞蛋白質訊號 我沒有譯錯 OK 對了 這樣會影響到什麼呢 就是說 物理層面 physiological metabolic 身層代謝 OK 以及行為上變 OK 其實呢 這本書我會慢慢讀給大家聽 OK 以及我會再跟老師研究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當你以為 你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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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等等 三代發生的事 與你無關的事 你會想心一層 OK 我給你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就會明白了 其實你媽媽發生的事 你絕對知道 因為 其實你已經在你媽媽的肚子裡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OK 你媽媽出生的時候 其實呢 你已經在你媽媽的肚子裡 因為女孩子一出生那一刻 卵子的數量已經定了 OK 是的 我想這件事情 我是沒有錯的 I'm pretty sure 這件事情是對的 OK 而爸爸呢 精子的數量 不是定的 他是會變化的 OK 但是呢 其實你一直在你爸爸媽媽的身體 裡面 精子卵子的時候 婆婆 公公 爺爺媽媽 所發生的事 他們是接收了一個訊息的 而其實呢 我之後會再講一些科學給大家聽 但是其實就是說 如果媽媽的很大壓力 她一直釋放很多的肥脂肪 即是皮質醇 其實孩子一直在滑走 自己全身都是 接收了很多 那孩子為了要自保 其實她是會 去適應遷就媽媽媽的 OK 這一個是在你的Hippocampus 你那個 是不是叫海馬體 我當它是 是未成形之前 就已經發生了 我剛才說的 今天的客人 就是 她說 我身體不可以有事 我有事 頭家會散的 但是明明未結婚 沒有小朋友 也都所有的兄弟姊妹 自己都在做事 自己都賺錢 不知道為什麼她會有這個想法 OK 那我就跟她說 你回去塗蟑螂 塗完蟑螂就回來找我 OK 而昨天那個客人 一個女生 不開名 OK 其中一個 她就是 說她 子宮有問題 然後流很多血 OK 即是血崩那隻 她自己的比喻是爛蘋果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她 我說 你小時候有沒有跟媽媽分開過 然後她說 有 但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我幾個月長的時候 我媽 我忘記說她媽媽 因為什麼情況 就交給她的婆婆和公 養大 OK 好了 但你看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這件事 因為 我施疑她的情況 因為跟這件事有關 OK 所以我經常都說 其實不是說 你們不去看醫生 打針 做手術 但是 其實 你除了做這些事情之外 你也可以看看 有沒有其他的因素 去 contribute 這件事 凱寧甲做的家庭排列 她就沒有加這些科技 進去的 但是我老師 Mark Wolland 她就加了很多這些進去的 她的症狀 我都繼承了 我媽媽的症狀 我繼承了 我爸爸的症狀 我都繼承了 你不會相信 然後最恐怖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你繼承了這些家族創傷 那你以為就是 可能我會有瘋狀 可能我睡不著 或者可能會有些奇怪的事情 No 它其實會形成你的祭遇 OK 譬如有些人說 我一輩子沒有人走 或者是 我永遠都存不到錢 或者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我這樣 我就是覺得 無論我多麼努力 都好 那些人都是要來炒火的 其實這件事 是我爸爸第一任太太的心情 她的情緒 是她的trauma OK 所以你想想 中國人說的事情 就是什麼負債子患 甚至聖經裡也有說這件事 我找回 等我一會 我找回聖經那段東西寫在哪裡 真的有的 你等我一會 我自己不是天主教 不是基督教 但是 是有一件事的 OK 我讀給大家聽 咚咚咚咚咚咚 OK Uncountingly the bible in number 14 18 OK appear to collaborate the claims of modern science or vice versa 我待會要做中文 大家稍安無措 OK 是啦 跟著appear that the sins iniquities sorry or consequences OK of the parents can affect the children up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聖經都有說一件事 就是什麼啦 就是 the lord is slow to anger and filled with unfailing love forgiving every kind of sin and rebellion but he does not excuse the guilty he lays the sins of the parents upon their children the entire family is affected even children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s OK 這個是聖經來的 照讀出來 OK 就是說 sorry 如果中文也不好 大家不要生氣 就是 主 是 不容易 去剪下去的憤怒 和他充滿慈愛的 他 會原諒所有的罪行 罪過 和 叛逆 OK 但是他不會 放過 有罪的人 罪人 OK 他會將 父母的罪 Lay upon 中文叫什麼 就是將他 不是叫轉移 就是將他放在 他子女身上 整個家人都會受影響 即使第三、第四代都會受影響 OK 這個是聖經來的 OK 那你見中國人 道家也是這樣說 佛家也是這樣說 even 大家聽什麼負債子環 其實 在佛教的角度 就是 父母的因果 不會影響到子孫 However 他的緣 是會影響到子孫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你爸爸欠落的債 法律上他不可以追你 OK 但是收債佬天天上來拍門 打電話 臨紅油 兒子受不受影響 受到嘛 你明白嗎 我們現在說 不是你要去還他的債 但是你會受到他所做的影響 OK Klinman你的問題就是 你問得很好 I believe But how does that get inherited 很簡單 我一半是我爸爸的精 我爸爸第一任太太的情緒 我爸爸會不會不知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爸爸分分鐘是一個 我爸爸第一任太太的那個情緒 就是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they will come sabotage it 這個是我 exactly 我寫的那句話 當然我還有其他東西 所以一拆出來 我要給我自己 credit 是什麼呢 就是 先生那天 他就說 我們會分析兩個case 然後就有一個人 叫Russell 我還記得 他就拿了他的case出來說 他那個case是很有趣的 他說 他最大的恐懼就是 I will be a drunk I will be a loser Useless And And Pennyless 或者怎樣 我會是一個 廢物 一個醉酒鬼 然後我會沒有錢 那樣 然後大家排出來 之後 查家賊 不是透過家庭賣列 是查家賊的方式 發覺 是在他爺爺阿公那一代 他已經 但是一直倒下來了 然後先生說完他的case 之後 他說會做多一個 我舉手 然後先生以為我想問問題 我說不是 其實我是想 volunteer 我自己的case 這樣 然後 然後 Thank goodness 先生沒有 reject我 他就拿了我的case出來說 哇 我聽說是探迷官子 全場所有人探迷官子 我的家族的case 分分鐘 OK 老師會拿去寫 因為 太 太 即是俗語所謂太 the case 是複雜 瘋到爆 還有最恐怖的部分 就是 我將我的情緒 即我裡面 內在的感受 我identified 到 OK 誰屬於我媽 誰屬於我爸 誰屬於我爸的原配太太 等等等等 寫完之後 我發給我妹 我妹說 Holy shit 她說 I have those two 這樣 你想想 我和我妹不是一齊長大的 我和我妹是分開成長的 她幾個月長的時候 她已經離開了我們 去了荷蘭生活 我妹是一句中文不懂得說 只懂荷蘭文和英文 OK 完全不同的背景 我妹是想伊斯蘭教的 真的 她帶著頭巾 你可不可以想像 但是我和她是share 同樣的emotions 我和她的懷疑是一樣的 是家族遺傳 是遺傳性的家族創傷 包括現象都是 我爸爸那邊 基本上每一代 都有小朋友被送走 OK 所以 到了這一代 我一定要解釋 我妹 我都叫她要解釋 但你也知道 她信了伊斯蘭教 有些難解釋給她聽 她未必會很肯做這件事 但是為了她的兒子 即是我的兒子 還有 如果我他日會結婚生兒子 我都一定要處理這件事 因為真的太恐怖 其實有很多的例子 我想我接下來幾集都會說 其實我本來想問麥倫說 因為整件事是關麥倫的事 因為 我最後三分鐘說完 就是 我們的底倫 其實是管我們零至七歲 那你以為零歲是怎樣 你以為零歲是由你受孕那一刻開始嗎 其實不是 就是由你在你爸媽 在身體裡 作為蟲蟲和蛋蛋 那個時候已經開始了 所以你阿公阿婆 阿公阿婆阿爺阿婆 包括兄弟姊妹所發生的事 剛才我說的運動現象 睡不著睡覺 每晚一睡醒就睡醒 那件事 是他爸爸的歌 是嗎 他跟他大伯沒有見過面 但因為他爸爸 就轉移到他那裡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要解釋 很難在這裏解釋 很多事情要做 其實很簡單 你把你的腦子發生了 當然會包括發生情緒 其實你想想你的底論 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催眠 不是催你的大腦 其實催眠是催你 打開你麥倫的磁碟 即是零至七歲的事 我較早前 我未飛到澳洲之前 有一個客人我見過的 一個小女兒現在十九歲 她媽媽和我一起來的 我把媽媽帶進來一輩子 那女兒有一些 自體免疫功能的疾病 我問她媽媽 我問她 你懲罰她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她說說說說說說 然後我說 你生她的時候 有沒有很糟糕的事發生 這個時候她突然睜大眼看著我 她說有 她說她生她的時候 我忘記哪間醫院 但好像是政府醫院 她說那些姑娘懶不理她 她生了三十多個小時 她生得很崩潰 很痛苦 然後她直接 去到一個位置 她威脅那些姑娘 她說你再不幫我開刀 我就 撞頭埋上去自殺 她真的這樣說 那些護士 才推她進去 幫她做這個人工分娩 那你問我 那十九歲的女兒 她這堆免疫功能的疾病 其實她的源頭 是在這個症狀 還有中間還有 因為我有問過她的問題 那 這種情況就是 因為她媽媽陪她一起理 那查蟑螂就很方便了 你明白嗎 你儘管問她 她儘管說 一個媽媽也想女兒好 就像我媽媽那些 你問她什麼都不回答你的話 她可能只顧著其他事情 不想理 這就是一個難度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混合的方法 就是你又要用家庭排列 因為你真的什麼差都不知道 你唯有排 如果突然看到那個人站不住 OK 可能是被領養的 你明白嗎 然後你突然看到她有一個現象出現 OK 應該有幾個墮胎的情況 然後去問 但其實你也要有少許資訊 但只不過資訊的多寡 如果是馬克羅倫這套方式 就是真的 哇 大型茶蟑螂 喂 不准欺負了 喂 Rosie Rosie Stop it Yeah Sorry 但如果你說 是家庭排列 你都要有些資訊 但你可以未必需要詳細到這樣 OK 分別在這裡 但是 Breaking the cycle is so important 因為 我告訴你 我Breaking the cycle 回來 我感受到的東西都已經不同了 就是 我公司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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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受身邊的事 人事物 情緒所影響 我接下來也會繼續說 我會加上默倫一起去說 大家有興趣就聽吧 多謝大家 最後要說一件事 我今個月尾 10月29日 讓我看看 應該是12月29日 我會做一個免費的講座 就是針對平衡 我從小到大 是顛倒的 自出涼胎已經是這樣的 日夜顛倒的 一輩子無論是甚麼方法 都咬不直的 我這些時間永遠都是錯亂的 永遠都顛倒的 我在香港也在過美國時間 很變態的 但是我去完美國回來 OK 我學了一些 Apply Kinesiology的方法 那個系統叫Touch for Health 我已經完成了 很難在節目上給大家看它有多神奇 因為我沒有理由自己平衡給你看 你明白嗎 我之前嘗試和阿姊寶丁在節目上做 你也覺得像你兩個做馬 但現場試過的人就覺得 Oh my god 那真是神奇 那真是神奇 所以我覺得 不如這樣 12月29日 免費的講座 我假定時間當下午4時 我們可能玩兩個小時 或者一個多小時 你們無論是睡不著 還是宿教 還是便秘 還是有潮熱 還是經常有頭痛 什麼都好 我未必可以所有人 應該這麼說 我真的不可能 所有來的人 我都幫你做一個全平衡 十四經絡 全部幫你解決 OK 不行了 但是呢 我可以針對局部的情況 幫你解決 很多人可以體驗到它是什麼 因為很難說 什麼叫做 你不是問我 你問我的身體 什麼叫做 你問我的身體和我反應 就是 為什麼我睡不著覺 我不知道我睡不著覺 但原來 我可以問你的身體 為什麼他睡不著覺 你的身體會告訴我 他哪裏有問題 然後我可以平衡 然後可能回來 就會睡得好一點 我目的 我講到明了 我想大家可以不用吃太多藥 你明白嗎 當然你真的要救命 那些藥是要吃的 我也想大家去吃少些藥 然後可以健康一點 所以12月29日 你們想來的話 儘管報名 發訊息去 91702922 或者6141455 你儘管帶你父母 你明白嗎 朋友 譬如你知道他有瘋狂 或者他睡不著覺 或者他便秘 或者什麼 我不是說 我包生孩子 我不是說 我包令你好起來 我沒有這個能力 我只能幫你做一個平衡 我的平衡 就是令你的經絡 改變 譬如 為什麼不能去廁所 可能我們會發現 原來他是大腸 或者小腸經 小腸經 衛經 我們叫做平衡 那就平衡 觀察一下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我沒有辦法 每個人都做了14個經絡 都是這樣說 但每個人可能比較平衡 有些人可能他只是想聽 他不想嘴 他只是想看 都可以的 總之大家結合 還有 接下來 今個星期六 我們請了潘兆聰 我、次官和潘兆聰 我們三個人講香港的靈異事件 不知道你們合作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 就來 照報名 這個會有費用 因為我們都要給嘉賓 有巨碼費 我自己做的當然沒有費用 說到這裡 接下來 我們會繼續講默倫 還有創傷 科學角度是什麼 還有一些很興趣的例子 例如為何同一個家族的人 去到那個年紀就會自責 這樣 這個都是Family Trauma Inherited 還有 You break the cycle 終止這個循環與噩夢 Bye Bye